镜头环视一周 原方出现爆炸后的熊熊火光 吴军近期展开猛烈反攻 在船使用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空袭俄军位于卢干斯克附近的基地 镜头一转看到前线作战视角 画面中看到正在行驶的 俄军战车纵队被乌军轰炸 镜头拉近直击 爆炸威力相当惊人 浓烟火光直窜天际 俄军车队惨遭吴军团灭 乌克兰除了在克雷明娜前线猛空俄军 另一方面俄军也试图进攻 乌东前线查西夫雅尔 不过俄军这回不仅任务失败 甚至还在被迫撤退前夕 残遭乌军摧毁三台主力战车 近来乌尔双方在哈尔克夫爆发激战 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 也释出前线作战影片 画面中看到乌军部署在丛林里 四级而动 成功袭击俄军阵地 乌尔两军持续交战 乌克兰法国总统马克宏 直接秀出哈尔克夫边境的地图 表示同意乌军能够使用 法国军援的武器 直接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 事实上乌克兰一直希望 盟国同意乌军利用西方提供的长城武器 攻打俄罗斯境内目标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昨天出访比利时 也再次呼吁西方盟国开绿灯 允许乌克兰用他们军援的武器 攻击俄罗斯本土 对此欧盟和北约高层 似乎也已经松口暗示 有意放行 随着西方盟友芬兰 英国 瑞典 法国等陆续标态开绿灯 德国至今却仍未加入这波行列 相关分析认为 德国总理萧茲可能基于竞选策略 短期内应该不会改变立场 持续与北约唱反调 记得张外甄总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